大家早 在现在的清晨的时候 仍然因为辐射冷却的作用 中部以北的许多地方的温度 还是只有在12到13度 要提醒您哦 一大早出门穿着方面 真的要注意到保暖 但天气状况来说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 就可以注意到 高气压系统 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东海的位置 我们的风向 已经在从白天开始 渐渐的要从东北风 变为东北东风进来 这代表的就是冷空气的强度 已经逐渐的减弱了 冷空气强度虽然减弱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在于说 白天阳光照射之下 气温的状况上升 但是到了夜晚的时候呢 温度形态来说 在辐射冷却的作用之下 整个中部以北仍然偏于寒冷 所以要提醒您 早出晚归穿着方面 尤其骑车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接着来看到 真实色彩的云图上面 就可以注意到 我们来看到江南地区 跟华中地区 还有四川地区 这些地方现在目前 并没有云险的云层在发展 这也就告诉大家说 在未来的几天当中 并不会有任何的 华南云带的云系发展 进入到台湾上空 而在我们台湾上空 都是北方的高压系统 在高纬度通过 带进来一些弱的东北风的影响 冷空气的强度 持续的减弱当中 那接着就来看看 今天晚上的地面天气图了 今晚的地面图上 就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压系统 已经东移进入到韩国跟日本之间的日本海了 我们的风向 大尺度范围还是吹着 比较偏着东北东风进来 但是北方的系统来说 再来都会在高纬度通过 冷空气的强度在周三周四开始 都逐渐的在减弱当中 目前看来到了这个周休假期的话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在一个比较偏南风之下 相对的在中南部的朋友 要注意清晨有雾的状况 相对的就会明显 所以周休出游去 清晨容易有浓雾 西半部地区外岛的 马祖金门都要特别的注意了 到了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才会有高压系统 在周一晚上的时候 接近到浙江的位置 开始有一些微弱的东北风 影响到北部地区 来看看 在今天白天各地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仍然比较偏冷 白天的气温状况 跟昨天相较再上升 阳光照射之下 整个西半部地区 都是天气晴朗 中午舒适 但早晚温度偏低 东半部地区是早晚 吹着东北东风之下 云层量在花莲以北 会比较偏多 小丁尼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的天气仍然偏冷 骑车的朋友要保暖 另外呢 清晨黄昏的时候阳光强 你逆光行车的朋友 要小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